大家好,我是三成道长 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就是香港办卡系列的这些内容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来介绍这两张卡 汇丰的这个红十字卡和蓝十字卡 当然这张卡呢,就是说你到香港银行,汇丰银行去办理了以后 这个有的是当场就给你发卡 有的是直接就是你留下信息 然后他这个通过邮件的形式来发给你 当然我当时是直接就是当时就发给我卡了 然后在那个自动柜员机上就是用那个密码信 然后把这个卡集合 这个这张卡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但这张卡的话就不是 这张就是咱称这个万事达扣张卡 你看这个万事达标志 万事达扣张卡它就不是直接那个从银行办理了 它是你的那个手机APP上,就是汇丰银行的手机APP上 当你就是已经下了这个账户了以后 然后的话你在那个手机APP上自动去申请 申请了以后 他就会就是那个发邮件给你发过来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当时的那个信封 这个刷平信的 也不是挂号信 更不是快递 所以他的这个时效性没有办法保证 然后甚至有可能丢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首先找到你们当地这个邮政 他派件就是给你这个地区派件的这个业务员 就是这个快递员,然后你加上他的微信 你就告他 就是假如说香港有过来的这个邮件 然后让他在微信上通知你或者给你打电话 那我这张卡的话 前前后后我大概等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才给我送过来 当时我也是找到了这个邮政的这个派件员 然后那个他加了我的微信 有一天他就微信上跟我讲 他说这个送来了 看是不是我的 我那个去一看 是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一定你要办的时候 一定不要着急 这个是在APP上去办理的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当到了以后呢 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这张 就是这卡是在这张上粘的 然后当然他里边的话 说明这么厚一杂子 想看的话可以慢慢看 哎呀 不看其上也没有关系 然后 他这个扣张卡的话 就说首先你要激活 激活的话是可以在APP上直接激活的 但是 就是说你要设置你的密码 你设置你的密码 这张纸上是告诉你要打这个 这个852-3163-0633这个电话 但是这个有点小坑 然后这个电话是没有办法正常来识别到你这张卡 然后来设置密码的 你应该打这个22333-0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的话 他就可以来设置你的密码 设置了密码以后 你这个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在大陆 然后就是那个带ATM 就是带这个万事达或者Visa这个标志的 这个自动取款机上取款 当然了如果说你们当地有就是汇丰银行 那你这个取款是免手续费的 他只有一个就是汇率转换的费用 所以这个也是很划算的 并且这张卡是可以直接绑到就是咱的支付宝上 然后在咱的这个大陆消费可以是可以正常消费的 但是它是有一个限额的就是你扫码支付 它就是单笔最高就是3000港币 那当然这个基本上大多数也够用了 然后呢 它这个自动取款机上一天的话 它是可以设置 然后最高可以取8万港币的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开了这个汇丰的账户 我建议你是把这个万事达扣张卡给开一下 然后它在内地很方便 当然了 它不光是在内地很方便 就是说出国了以后 全球用这张卡都是很方便的 所谓这就是汇丰那广告词说的 一地卓越全球卓越 当然不是给他做广告 我就是来说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咱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下次继续 好 无量天尊